Odia Jungle 安京在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控制区阿夫林发动5天的军事行动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把战火烧到阿夫林以东的曼底纪,在打击伊斯兰国ISIS战中曾上演四国演绎的曼底纪目前有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土耳其,不要与当地美军发生冲突。 据微报1月24日报道,埃尔多安周三在安卡拉发表讲话称,通过橄榄之行动,我们再次挫败了那些卑鄙势力的游戏,埃尔多宣布是,从曼底纪开始,我们将继续挫败他们的游戏。 上周二,埃尔多安威胁,将对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夫林和曼底纪发动弹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 从周六开始,土耳其在俄罗斯的默许下,对阿夫林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目前袭击已造成,包括28名平民在内的300多人丧生,5000多人流离失所。 本周三,从阿夫林发射的火箭弹,击中了土耳其边境城市基利斯,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其他区域不同。 阿夫林位于叙利亚西北角,独立在其他库尔德控制区之外,但距离阿夫林以东100公里的曼比基泽,与得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的控制区接让,绿色为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前紫色为库尔德人控制区,橘红色为ISIS控制区,图片来源,BBC在打击叙利亚ISIS的战争中,以人民保护部队YPJ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同盟,人民保护部队也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的附属武装组织。 土耳其认为,这两者都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将其视为恐怖组织。 2016年8月,叙利亚民主力量从ISIS手中夺回曼比基,土耳其随后要求民主力量的主力人民保护部队撤离曼比基,并于2017年3月出兵,威胁要将人民保护部队赶出曼比基。 在双方发生局部冲突之时,美军向曼比基增兵,以阻止双方冲突进一步扩大。 同时,叙利亚政府军也开往曼比基,在这座边境重镇上演出了一场四国演义。 这之后,美军一直驻扎在曼比基,为当地武装提供军事训练。 现在土耳其军队再次向曼比基发动进攻,意味着很有可能与美军为首的联军杠上。 联军发言人迪伦、Ryan Dillon称,我们对事态进展高度警惕,特别是联军所在的曼比基,当地的联军有权力进行自卫,在必要时候,也会这么做。 人民保护部队在曼比基的分支也表示,以做好准备与土耳其军队开战。 据ALMASBORNEWS报道,有消息称,为避免卷入战火,曼比基西部等叙利亚政府均已经开始撤离。 由于担忧战况继续恶化,白宫周三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在当天与埃尔多安的通话中呼吁土耳其降级冲突,限制其军事行动, 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土耳其军队和美军发生冲突的行动。 土耳其政府官员则试图缓和气氛,指出土军与美军在曼比基正面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 沿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日渐紧张。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部主任托尔, 高诺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 在短期内,美国能给土耳其所施的压力很有限, 因为美军严重依赖土耳其的空军基地, 已对叙利亚目标实施空袭。 因此现在的策略是,只要土耳其不触碰到美国利益, 大家就可相安无事。 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还表示, 特朗普承认,就算土耳其对曼比基发动进攻, 美国政府也不愿意再向叙利亚派出更多士兵。 托尔认为,虽然土耳其开始倒向俄罗斯, 但并不会与美国撕破脸, 因为土耳其在贸易上需要欧盟, 在安全上依然需要依靠北约。 目前美国在叙利亚有2000名驻军, 本月早些时候, 美军宣布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合作, 建立一支3万人的边境部队, 此举惹怒了土耳其, 致使其提前发动了, 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 除了打击在土耳边境的库尔德势力之外, 埃尔多安还暗示, 此次军事行动的另一个目标是在土耳边境, 设立安全区, 让土耳其境内的部分叙利亚难民重返叙利亚, 目前土耳其境内有350万名叙利亚难民, 作者, 见面天下。